短午将至 6月9日 郑州市动物园 今年特意为动物们精心打造了特制款的粽子 当天一早 工作人员便开始制作 除了传统的糯米粽子之外 还有科学配比的水果 蔬菜馅料的粽子 满足了萌宠们的不同口味 为了方便大象和河马进食 他们的蔬菜粽 用了可食用的草绳精心扁扎 整个粽子既有料又包裹牢固 一个就有一斤粽 粽叶是鲜嫩的白菜叶 那里包裹着切好的茄子 西葫芦 玉米 以及他们最爱吃的营养窝头 一口一个吃个痛快 林长类可能会先解开绳子 看看里边是什么东西 一边玩一边吃的那种感觉 大型动物就是比较过瘾 比较野蛮一口一个 可以看到切的也是 咱也切的也是这种滚刀块 此外 大兴兴的水果粽里 不仅有西瓜 葡萄 香蕉 苹果 也有粗纤维的树叶 猕猴们也可大饱口福 不光能吃到 加了红枣 葡萄干馅料的水果粽 还可以享用新鲜出炉的糯米粽 马上就是临近端午了嘛 就是我们也想和动物一块 就是过个端午节 针对不同的动物 然后给它包就是制作 不同的这个不同片的这种 这种粽子 这也是出于这种 尊重动物的生态兴趣啊 谢谢大兴 谢谢大家